透過這個活動 我們可以數位賦能給身上的一個朋友 成為心心講師 讓他們知道透過數位科技所帶來的便利 然後再結合中華電信的企業之工 然後一起到偏鄉高齡的社區 來跟這些老人做一些陪伴 然後在這個陪伴的過程之中 我們再把這些數位的一個科技 教導給我們的長輩們 從七谷樹林以及白河還有東山 台南是起點 但是我們會持續的往其他縣市來做一個推廣 也期待我們把這愛的種子 能夠播散到全台灣世界的各個地方 我們會教一些他生活當中可能會運用到 並且我們會用一些像是遊戲 去激起他的一個興趣 像有些長者他們會覺得 搭公車這些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可是有點無聊 但是我們就會加一些比如說像活動腦筋的一些小遊戲 或者運動身體的小遊戲 我們發現這些鄉里的長者們他們其實很喜歡唱歌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唱歌的APP 拍照錄影讓他們知道就是說 他們以前可能他們後輩拍照錄影 他們可能自己沒有去欣賞到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讓他們可以去欣賞到說 他可以自己有這樣的一個權利可以去做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個社區都老人 上學這裡都很多人 對這個唱歌的相信比較少 中華電信有林老師跟很多講師 志工大大隊來這裡 來這裡幫我們加 讓我們學很多新時代的產物 讓我們可以自己欣賞 自己修飾 可以遊戲 打老鼠 可以雞蛋 蘋果遊戲 大家玩得很心情 再來可以唱歌 讓我們這個生活 平常很多樂趣 掌握施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二一 開前衝 今天來到新全台首選 就是中華電信跟台南市政府一起 合辦的新興學堂 尤其是對於長者 還有這個行動比較不方便的 我們的市民朋友們 一起能夠提供一個 提供一個新的賠力的機會 那對於長者的一個 他們所需要的 包括健康的生活常識 或者是他們的快樂終老 應該注意的事項 其實在我們大任市長這五年多以來 台南市的長者增加了將近七萬人 可以說增加非常多 非常快 那現在65歲上的人口數 已經佔十九點多了 那預計到明年初 就可以超過20% 邁入超高齡社會 而且我們的 生長者 或是說需要幫忙的 市民朋友也相當多 因此這兩個族群 會變成我們很需要 跟民間企業 以及我們社福單位 還有我們勞工局 一起努力來幫他們打造 營造出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 更好的生活空間 因此我們特別謝謝中華電信 能夠全力的支持 鼎力相助 能夠打造我們這個最好的 新興學堂 能夠讓台南 再次成為全台首學 除了全台灣第一個孔廟 就在台南之外 我們第一個最好的新興學堂 而且服務市民最多的新興學堂 也在台南 新興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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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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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音区在量子科技 農業科航電研究已經有了具體性格 未來剛才做世界級的研究中心 做好台南也平行南北發展 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區開幕典禮 順利圓滿成功 總統熱情特 15日出席中央研究於南部音区規模電力 熱情特在地書時說到 南部音区規模是台南的大秘書 各種會帶來三大效應 包含作為台南 平行南北 均行台灣 第二個效應是平衡南北 平衡南北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因為我們南部院區在這裡 北部院區在南港 那一條高鐵就可以串連 然後研究各有所不同 那特別這個廖院長也不斷地強調 這個願景會帶動未來台灣的發展 其中特別是科技 量子電腦 然後也很重視我們台南的農業生物科技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未來來講的話 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研究院議長廖俊志標示 歷空17年 行政儀協定南部音区開學價位 在立大洲全新概念的議科 所定關鍵議題 對地政客基礎研究到實際運用 共同開店世界的增強研究 我們設定非常遠大的目標 而且我們要以垂直整合的方式 什麼叫垂直整合呢 我們要從最基礎的研究 最到最終端的物件 所以我們要設置一套新的制度 不同於北部院區 北部院區是以所中心為單位 在這邊我們會主要是偏重於計畫為單位 設定明確的目標 設定時程 利用計畫推動對國家社會 有重大影響的關鍵議題的研究 議長廖俊志標示 南部醫區不僅依量子科技 跟精靈科技為重點研究領域 獨處以外 臨文社會科學研究發展 是臨文醫區的重要任務一日 臨文社會研究基地 它已經在今年成立 4月開始已經有團隊進出 研究南臺灣的社會轉型 跟台商貿易網路 將清華在地學術社群 文書工作者的學者 願望可以帶動臨文研究風氣 記者中心為彩虹佛德 議會上課經理 總之選議員副議員副議員 這次 丹旗老師照檢驗 高校生涯工會會部 於理事長為例 每禮拜今年 只要上兩隻科 得當年8萬8千塊 議員正義有什麼得款 要求高校進行改革 如果你聽到 丹旗告訴工會幹部 在學校上課 一禮拜再上兩隻 得當年8萬8千塊 算算的一隻科 行事各大萬一塊 有什麼樣的感想 對主議員副議員 副議員和副社會的 連哈季孫就表示 因為不斷有減機閃 所以也請英雄 國學校長爭來比順 這次為何好好 登記的動議員請教 影響核心的受告款 將要求高校 要改革 強烈改革 原來計算金 就是不要上班上課 調地照理工會 沒餘啦 我們政府出錢 告訴你工會 要事件開花 算了它開的內容 事件審核 有些工會規劃有關 才能尊重 為什麼去擔任 教育產業工會的理監事 他們一個禮拜 只要上兩堂至四堂課 一堂課價值一萬一 局長你不要做啊 你不要做教長啊 毋頌岩媽考試到教長 整期教長不要做 去做教育工會 感冒就好 薪水也比教長客觀 要求老師一定要回規劃 校母教學 也沒有百度三度 教教的故事 對處幾乎 發表新聞個回應 將搞好學校以後感規劃 相關的規定 提供約定恢復的功課 以減顧好好克服的訴求 帶來新聞 觀集楊順懷 才會分布的 依照台南市總體負責來看 已經減少四百十一頁 以萬插社會任務 市府有錢 不過面對中央 雷金 卻都沒有萬一條件 因為六度當中 台南計畫一千塊 已經是上市 對中伯沒有夠尊重 對處市長 因為鐵輩會應 會更加可樂 救救中央在多過 以萬插社會 依照今年 六度中央經濟雷金的發封 來做一個比稿 結果糖封發到二千五百塊 我們台南加一千塊 連臨時的雷金也比不夠 以萬人為 對台南老人不夠尊重 我們不一定要比第一名的糖封 不然我們也不可以 負責新北市差不多吧 是 因為我們的人口所 並沒有比百貫市 六度裡面 並沒有比百貫市比較多 是 如果以這個人口所 來看到我們的結果就算這樣 我跟我們台南市 小學校對老人 最過的苛刻 是 這個部分拜託局長 你未來能夠再努力一下 是我們這個來努力 好 不要說一千五兩千 讓大家老人高興啊 對不對 我們的金普也不夠開多少 說28也不夠錢 加一千 大家可以給它留念嗎 考慮看看 好不好 我可以考慮 民族中央列金 民族要求 全家的行動 有個市場要購一億七千多萬的故事 對處市場 因為天馬火燕 會再哭了 另外將對 台南國立發展金費 一路十三萬 議員認為金費不夠的力 將阿烈都專告議員心想 要不斷盜取金費 所以要求民建局 以照你的人口所 和專案的訴求 檢查蘇生 這段話才合理 當然先問 顧恩吉 楊順懷 蔡宏伯伯德 台南因為火氣不處理的關德 免憲不足 處理費用 又去到驚人 團出本社危機 已經是一天兩天 議書議員 李宗晨也將對 請給隊 安人哭隊 已經變成本社會收場 檢查五天 觀光上班的環境 既然沒有要求 市府要加速回收 四分內場的行政事件 當時找隊 來搭著主管 環保很苦 既然了解 今次每一天 需要處理的本社龍 大約一千八百檔 以萬李宗晨 都要關心 要有四百五十檔 處理的課口 也將對安人哭 領口增加 連請給隊 辦公室的環境 也對麻本社 有積極天高的危機 一直都沒有解決 要求環保教 所幾位回收四分內場 要加速 行政事件 必須兩三檔的 空湯機 本社好機好酒 明年二月 比較開始 真審跟平決 那明年的三月 才會開始 跟我們的民間機構 來簽約 但是目前應該是 還沒找到這個衣服 那你的西分廠 要蓋有兩年的時間 那SRF的製造廠 要三年 因為這個騎乘 頭前我們的幾個 就是 考慮到BOT的方式 最近要規劃辦說明會 那可以加速嗎 大概潛在廠商 我們也接洽了一些 他們也有意願 有一個方向了就對了 對 這個時程是不是 可以盡量把它縮低 要不然你真的 那些本社真的不知道 要怎麼去改革 那也一直有 一直偷到 一直偷掩埋的這個情形 其實我們環保教都知道 是是 好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環境去進行 民對大臣的本社危機 議員剛才要求 加速回修四分類廠 跟SRF製造成的事情 也進一步要求 在教育營地 搭著主管環保橫区 對處環保教會議 民對七百億的道主案 會進行評選 優惠的敏感機構 也會對教育做起 控管本社關頭 體態作合分類 讓我們新聞 郭文吉 楊孫懷猜訪過的 中央新聞在基隆 中央新聞在台北 中央新聞在新北 中央新聞在桃園 中央新聞在台南 中央新聞在高雄 忠實呈現最佳新聞 每週六下午一點 請鎖定高雄都會台 中央新聞週報 再給您最在地的觀點 最有人情味的報道 台灣好新聞 就在中央新聞週報 今年台北各自五百米 這台南的老龐 家團五百米 連續兩年 替下金牌 先為班中回答的焦點 在這點 第二種意料 第一天營業 到很多人客 全港來評審 金牌五百米的好主意 連續兩年 奪下台北國際牛肉麵節 金牌獎的老龐家傳 牛肉麵 店就開在台南美食一級站區的保安路上 雖然開店只有短短四年 就已經累積了許多死中顧客 離不開的原因 就是為了老闆陳正修家傳的好味道 牛肉很實在 對 湯頭很讚 其實這個味道是我外公傳給我媽 然後後來就是小時候就是 我媽常在家做這個牛肉麵 以前同學跟朋友都常來家裡吃 吃 他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口味不去外面開店太可惜 那時候來跟我媽講說 不然你教我 有機會搞不好以後 可以去外面開店這樣子 這是家傳牛肉麵的 我會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我媽姓龐 所以我媽傳給我 所以我就跟我媽說 不然我就以這個去做店名這樣子 一次得獎或許可以說是運氣好 但連續兩年在國際牛肉麵節勝出 這就真的是實力展現 陳正修表示 去年參賽以澳洲牛肉條為食材 今年則是採用更高級的美國帶骨牛小排 因為牛小排的肉質帶有豐富油脂 每一口都能嘗到牛肉鮮甜 高湯則是用牛骨加上番茄慢熬 濃郁牛骨風味搭配自然的番茄酸甜 讓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 口味很好 它那個肉有沒有覺得很特別 滿嫩的啊 滿嫩的啊 湯口很濃郁 像我去年去比賽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店家 他們的牛肉都是沒有過炒 那因為我在那邊花比較多時間 去炒這個牛肉 是因為我用的部位是牛肋條 那牛肋條本身油脂比較豐富 你要下去炒過之後 它才可以把它的香味劈出來 對對對 那如果客人覺得是 有些客人問說 為什麼吃起來有偏酸 你說那個是番茄 對對對 那剩下就是我們的秘方這樣子 對對對 陳正修不怕麻煩 店內的牛肉一定是先炒過再滷 而且在炒的時候 還要實時掌握火候 過程中總是比人多點細節 也許這就是得獎關鍵 中西區長蔡家甫 也特別帶來市長的祝賀紅榜 向市民大眾推薦老龐家傳牛肉麵 要推薦大家一間最好吃的牛肉麵店 就是我們老龐家傳牛肉麵店 真不簡單 連續兩年都獲得紅燒組的冠軍 所以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有來台南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台北國際牛肉麵節舉辦邁入20年 吸引全國各地餐飲民店參加 台南的老龐家傳牛肉麵 連續兩年在眾多高手中脫穎而出 實在不簡單 記者張秀為採訪報導 特朗修總管日前建設開幕 不僅有電壓儀建築 也還有世界最大的牛蛋店 以及很多第一名的餐廳 可以說未來先訪動 有個先為特朗新世代正門上款 3 2 1 陶芝道 陶芝道區11 Plaza正式開幕 不僅有電影院進駐 還有世界最大的海外官方扭蛋店 知名玩具店 以及餐廳進駐在內 結合隔壁的全台最美圖書館 與鳥屋書店、咖啡廳 將成為陶芸藝文特區的新地標 給民眾帶來集結聚會文創IP 與影視的新體驗 今天我們陶芝道也就是G11的廣場 正式開幕啟用 這是我們桃園市民已經期待很久很久 在我們總圖旁邊的一個連影城 還有複合商場的一個大樓 那麼連的我們旁邊的總圖 藝文展演中心、藝文廣場 今天的啟用會讓我們這個點 變成桃園最亮眼的一個景點 那麼裡面有影視還有很多的書店等等 我們這個點會變成桃園市民 不只是週末 平常日子也是最好來消遣的一個點 陶芝道商場坐落於藝文特區的核心地帶 致力於打造桃園的文化中心 會集影視文創、藝文展演、IP設計與書店經營 影城將成為展示藝術電影跟國際影展的複合新平台 三樓則規劃展演空間 全年持續推出各種活動 讓桃園民眾能夠隨時近距離接觸國際藝文饗宴 體驗無限的創意與文化交流 那我想我們在這裡頭有包括這個影展、書店等等各種不同的主題 包括電影、包括展演、包括這個最美麗的圖書館跟書店 還有很多的知名的品牌進駐到我們這個陶芝道 那也希望可以提供給桃園市民、北台灣 還有所有的這個消費的觀眾 消費的群眾們、朋友們最好的這個消費的體驗 那也希望可以讓桃園能夠成為這個知識的殿堂 同時結合文創影視跟流行的元素 成為最熱門的這個朝文化的這個一個集中的一個hub 然後同時也會提供給桃園市民們最好的這個 休閒娛樂的另外一個更好的空間 很多人都不知道陶芝道商場的名稱由來 詹廷怡董事長表示 陶芝道是指開創桃園通往知識的道路 英文G11 Plaza也是以未來捷運綠線G11站來命名 集結影音科技跨界複合體生活方式廣場 新型文創空間於一體的複合式體驗生態圈 陶芝道我們的發想其實就是取它的意義在桃園通往知識的道路 因為這一塊在藝文特區的這個黃金的地段的這個場域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跟其他的場域不太一樣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依靠著這個全台灣最漂亮的圖書館 同時我們也引進了全世界最漂亮的書店之一 就是鳥屋書店在這裡 那我們很希望打造這裡在藝文在這個書箱 然後在這個整個整體的這個文創 潮文化的這個整合裡頭要帶有文藝的氣息 所以是通往桃園通往知識的道路 陶芝道的影城擁有四個影廳393個座位 提供大桃園影迷多元的觀影選擇 未來還有不間斷的展覽活動 並且串聯展演中心、圖書館、書店跟商場 不只是單純的談文創 更想創造一種生活的風景 將成為桃園潮世代新的洗粉商圈 記者內維一桃園報導 9月到11月是河頭旁煩熄的規則 這次應對著環境的聯合風吹操動都各種境界 共激性也特別觀 為了保護民眾安全 新北市跟大大河河河河河河河 今天全國收藏的荷條香一點地道 希望頂三客 這次交往錄月民眾的掙扎體驗 新北市浮原遼闊生態資源豐富 郊山及住宅常有骨頭峰築巢 每年通報蜂巢摘除 案件超過8000件 時有風遮事件發生 新北市政府與台灣大學昆蟲學系合作 建置了全國首創的骨頭峰熱點地圖 以减少登山交友民众以及捕蜂人员摘蜂巢风险及快速防治虎头蜂 今年当中有8000件的一个蜂巢摘除 表示在我们民众使用的不管登山步道等等的地方 事实上这个虎头蜂还是存在 那我们是希望在跟台大昆虫学系合作建立虎头蜂热点网站 那透过这些档案的建立 那尤其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到六年当中 发生这个就是有蜂巢地点部分已经把它建档完成 那我们成为一个热点的分析之后 那同时也通知所有的市民所有好朋友们 如果要使用到这个步道或是它是周边的环境当中 那让这个远离这个虎头蜂的攻击 台湾大学昆虫系教授杨恩成也提醒秋季登山的注意事项 应该要做好行前准备工作 包含了查询警示资讯 穿戴浅色装备 携带应急药品 自备医疗小卡等等 此外也要注意饮食 容易招风的风险 以及切勿弃制食物垃圾 碰到的话 少数围绕你可能就赶快离开 如果你已经接近它的这个蜂巢 它的警戒范围的时候 它已经来警告你的时候 你赶快往方向赶快离开 不要去再去侵入它的这个警戒范围 所以在这个看板上面请各位参考 那这边还有登山的这个穿着 我们说要比较浅色的这个衣服会比较好 那这个如我刚才讲的 这个黑色其实就是它在攻击上 这个在风类上面已经在国外有研究 它如果在它的这个行为让开 它已经生气了 那它已经觉得它受到危险 它就专门盯这个穿比较深色衣服的 为了守护民众安全 新北市近年更与无人机的厂商 共同研发防治虎头峰的技术 市政府也培训了无人机防治虎头峰的保卫队 创新采用无人机防治虎头峰 可以提升防治虎头峰的效率 以及让防治过程安全性更高 从比较低的位置 飞起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控制我们的无人机 去找我们的蜂窝 那看到蜂窝之后呢 我们就会去操作靠近 然后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喷洒动作 好 开始喷 然后就是这样喷 喷完之后我们会 分很多段式的去做喷洒 把整个蜂窝包起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会再 派人去做移植的动作 守护新北远离风换活动 邀请了山岳协会 以及重庆国中师生参加 落实教育从小扎根 利用智能科技运用于日常生活中 并请山岳协会转之山友 善用新北虎头峰的热点网站 避开虎头峰的除魔热点 减少遭虎头峰遮的几率 中间新闻 李奇坤 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感谢收看 在外走后的中间台南顶新闻 我是顾问给咱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